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姨 那我明天搬过来行吗 可以 什么办法都可以 行 那我先走了 你找谁啊 我叫城长 去门王晶在吗 他早了 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 麻烦你告诉我 他说您不用去找他了 小姐 他自己不愿意 婁金 果然在这儿 你想骂就骂吧 不是 我只想告诉你 我已经租好房子了 跟我回去吧 我不气 你也不爱我 现在 你又没房子没车的 跟你干嘛呀 你走吧 罗伯特马上就回来了 我不想让他见到你 罗伯特马上就回来了 罗伯特马上就回来了 没事吧你 我破产了 什么 我破产了 那可别想不开啊 不 你真别想不开啊 我一会儿就到 好嘞 好 就这样 再见 老班长 有事啊 我先跟你赔个不是啊 怎么了 我没想到成长能知道你借给我钱 嗨 他要是想难为了 怎么着都能想出办法 没事儿过去了 这个给你 你这个干嘛 不着急用钱 我不小心 拿着吧 现在好了 这是会计做的 还有点利息 还是 我知道 这不是钱的事 我现在一个人才知道 你帮了我多少 这么多年的同学 你说这些干嘛 你有时间去组里看看吧 他们挺想你的 那天还问呢 你为什么不过去了 看看去吧 毕竟是你一手操办的 我这些肉的确实 我这些肉的确实 挺忙的 就这样是 改天我 抽时间去他们 嗯 我还要搬家了 最近新租的房 哦 那你呢 你现在越做越好 我是不想在那儿住了 想彻底 改变是吧 对 对 彻底重新开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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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果 刚洗的 你看又把手弄脏了 赶紧睡觉去 是 小丁把那警察 赶紧收起来 床收起来 要睡觉了 来 来 来 可真是的 哎 果果 哎呦 这么多东西啊 就你们娘咋干的 对啊 哎 哎 韩梦 我今天来啊 是想告诉你我一决定 等你走了 我也走了 算哪啊 看你这样 我也想收收心了 我打算 给我老公生一孩子 那好啊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哎 你说女人生了孩子 是不是不就不一样了 哎 每日我一生 能生一大串的 啊 哎 哎 我要那个开水呢 在那桌子上 你自己取去 烧了吗 烧了 刚烧好 林林啊 哎 让我再看看 这行不行不行 高了 高了 哎呦小陈 哎 交易会上账户如何 大货全胜 签了九家 还有不少正在签呢 耶 这下无法了 哎 还没跟你说 这个人特别怪 哎哎 你你这个拿出去吧 这个不是里头挂的牌 就是拿出来 对对对 现在好多网络公司 都快不行了 他呢 对自己特自信 不知道是盲目自信 还是怎么样 挺有意思的 他是不是有什么 投资背景呢 不太清楚 反正挺有意思的 他那网站叫什么名呢 嗯 快乐成长 教育网的 你哪天跟他约一下 见个面 嗯 哎呀小陈 小陈 辛苦了 教育会上 哎呀 哎呦李主任呢 您可是好长时间没来了 哎呀 你这个制作总监不管我 万总啊 是好久没见面了 是吗 行行行 那我马上过去 哎谢谢 我走了 深深地向你们之前 也在心中向所有关心过我 帮助过我 和被我伤害过的人之前 我连给他们写这样的信的勇气都没有 我走了 房子的业主是你的名字 啊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商量他 我同意 你 这个 还有什么其他别的债务吗 赔了多少他到底去哪了您知道吗 嗯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至于他现在到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 赔了就赔了 这赔了 哪再想办法把他转回来 何必走呢 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一点消息也没有 他把这些交给公司以后 就再也没有音信了 那个王小姐呢 他应该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 他也走了 跟城长一起走的 哎呀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这封信 是小丁和小林转给我的 我已经尊重了城长的意见 把小林提拔为总经理了 好嘞 那谢谢您 小林 嫂子 坐 我坐不惯着 我怎么能当老总 太难受了 我坐这儿 谁也不是一生来就能做总经理的 谁也不是一生来就能做总经理的 城长不也这么锻炼出来的吗 坐 快坐吧 哎呀 只不过现在的京都 苦了你了 那倒没什么 想当初我们就是跟头儿从无到有干起来的 这是嫂子 我觉得我 你在这儿挺好的 继续坐下去吧 城长不也希望你这样做吗 我尽力吧 我尽力吧 你们知道城长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我们也在找他 所有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 王小姐呢 要找到她不就能找到城长了 嫂子 城长哥跟王小姐分开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去过开店公司 弄了人说的 她又回开店公司了 没有 她现在在美国 在跟罗伯特度假 好 你好 在这儿 我去哪儿 尔子 我去哪儿 好 老板长啊 对不起啊 我给贾萍打电话一下 拨你那儿了 没事 没有没有 主要是果果想上他那儿玩去 没事好 回见 加萍 成长失踪了 我到时候找也没找着 他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 我这原来住的那老房子 这儿也没找到的 可出来了 在家里闷了好几天 干什么呢 不是这套子吗 怎么一个人出来 谁知道你 可能没点工作 我看着够慎的 别不是逃犯吧 我找到了吗 没呢 你怎么知道的 贾萍跟我说的 你昨天打电话你怎么就不跟我 哎呀我怕你太忙了 那个贾萍在楼上啊 哎你你去哪儿啊 我我采访一下 采访这里边天采访的 我跟着约好的 有什么事麻烦你们告诉我一下 好了好了好了 你快去我 有消息我告诉你 好 好 我这个网站 我之所以起名叫快乐成长 就是我觉得快乐这两个字 是我取胜的发把 那你觉得学习有趣吗 上学之前有 一进学校就没就没有任何乐趣 但是现在又有了 就我自己切身体配 我觉得国内教育跟国外教育 是各有利弊的 确实完全可以取长补短 我认为学习之间非常有趣的事情 你不要把它弄得很无聊 那否则的话 那咱们教授的学 这学生只能是 只能是在学校死读书的书呆子 一旦没洋社会 马上就手足无措 其实现在国内的教育 也有改进了不少 你说的没错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给我们国内的教育事业 做点贡献 你还挺爱国 你怀疑吗 快乐网站 快乐 可能是你的愿望吧 为什么呢 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你认为生活中 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吗 你是不是觉得 我觉得 觉得我这成长经历 都是一帆风顺的呀 那你能不能 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那时候 我跟我妈到美国的时候 我爸已经有另外的女人了 但是我妈 我估计她是迫于无奈吧 什么话都没说 就是自己拼命地打工挣钱 直到她觉得她能养活我了 就带着我离开了我爸 那现在呢 那现在挺好的 那是我妈 那也是美国的好学校 教会了我该如何的快乐成长 我很感激的 你结婚了吗 没有 这是我回来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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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套西装三千多买的 没穿过几色 能不能多给点 先生啊 很抱歉 您知道这服装啊 最讲究的是时尚 只要是一旧了呢 就不值钱了 我看您那套衣服不错 我给您雇到八百 这已经是我全线之内的 最高价格 没关系 看得出来啊 您是急需用钱 过一段赎费就是了 我给您开张票 好吗 好 那这样 我来 那成长能跑哪儿去了呢 你说 谁知道 其实我挺喜欢的 你羡慕他 羡慕他 我也想像他那样 可是我不成 我打算把你嫂子接过来 嗯 既然结婚了 就得在一起住 在一起过 没准备过着过着 就有感情 这人太深 我不懂 跟我在一块人 最多几天 其实 指标去年就下来了 我一直压着没办 该办了 甲平啊 弄了半天你最好 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啊 没看我耍光棍的时候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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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再来一瓶 呦 嘿嘿 你这么能喝 今天也喝点 不不不不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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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黄瓜不能给你留着这么贵 好好好你拿走拿走都拿走都拿走 什么意思你这我又不是没给你钱 你这赶我走啊你 嗨我不是赶紧走啊 你看看都几点了 你喝了四个多小时了 我喝这么久吗 嗨真喝四个多小时了 这水有点 慢走 慢走 谁啊 哎呀 哎呦 吓死我了你啊 你还吓死我了 我在楼上就听见这碟叮叮的 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哎 你这干嘛呀 我 谷歌喜欢在这边玩 这房子我不退了 不退就不退呗 反正你现在也有钱了 哎 你不是说要跟所有的老东西决裂吗 我不愿意在这边玩吗 哎 不过这样也好 你住这儿我省得再找新的住户了 你怎么样 嗯 什么怎么样 我还能怎么样啊 老样子呗 过两天我就去找我老公 不找的行吗 他再找两个小蜜怎么办呢 不过我这一去 给他生个孩子 也算完成一个使命呗 哎 你说我这一生要生一大串 他就是找小蜜也没空了 光忙我们还忙不过来呢 你都成一猪妈妈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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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把这照片给挂起来了 哎 你说这男的要碰上你这么一女人 啊 跟他死磕 你说他是高兴啊 还是痛苦啊 行了 哎 你收拾吧啊 我走了啊 你帮我把门上上啊 嗯 药材给你的东西吧 不用我那儿有 你先留着一把吧 好 哥哥把门再沿上啊 好 祝你生日不累 祝你生日 祝你越长越飞 祝你 祝你 祝你生日 祝你生日 祝你 山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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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来吧 山大爷 啊 又把门锁了 又把门锁上了 又把门锁上了 啊 哎 这儿关琉璃门 我谢谢你了啊 那我就睡这儿了 我 我就睡这儿了啊 谢谢你啊 我 我也跟这儿睡 我 我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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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把小枕头纳了 啊 哎 我给老婆 哇 妈妈跟你上学校 我把班长辞了 要不让每天早上起这么早 就得了吧 不行 那儿肯定住选择了 行 行 作业做完了吗 完了 宝贝和叔叔昨天给我讲题了 比我们老师要怎么好 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学生 可他没有爸爸好玩 你爸是挺好玩的 哎 我爸这次怎么走了这么久啊 公司派他去广州呢 哎 那他走的时候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你现在在急呗 你撒谎 我怎么撒谎呢 爸爸和晶晶阿姨走了 谁告诉你啊 晓琳姐姐告诉我的 爸爸就是和晶晶阿姨走了 姐姐说晶晶阿姨是个坏女人 不许胡说 晶晶阿姨去美国了 你爸没走 嗯 真的 真的 没骗你 走 我赶紧的 快 哎 里面有人来 里面有人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儿 你不要命了你 我 我不知道 哎 等会 哎 等会 是不是成长大哥呀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回来 我在这儿干了 我在家旁边连吞吞吞不行 你怎么跑这儿干来呢 你怎么跑这儿干来呢 你怎么跑这儿来的呢 我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在这儿 这人我认识 成大哥人老好了 可讲究了 那啥 他就 什么大哥大哥的 多危险啊这儿 对对对 咱俩在这儿睡去 对对对对 你怎么不先走了啊 不好意思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都回去吧 哎 去去去 谢谢啊 不客气 哎 你能给我留个电话吗 啊 行 那个 有空到我们这儿来做客 好 我一定过来 行 那再见啊 再见 再见啊 你这么快就来熟来了 我再多当点 你把那个尼康相机卖给我 行吧便宜点 好好好 便宜点便宜点 当的时候呢是越多越好 买呢越少越好 现在有这当库啊 还真是的 有点用手 好 工长 我来了 来了 先把东西放那边宿舍吧 哎 行 那啊 哎 陈伯 你怎么来见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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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了一小词 看给我听的 太阳天同志 花儿对我行 小娘子 找到饱 你为什么会成啥小包 我去大学校 老师不知道 一老虾 我去跑 同学全都被我干不开聊 好心吗 这个谁学的 这个谁学的 还要在下午第三条课 把座椅全都写完 不许打回家 不打回头 好 你先去去去 快去上车吧 嗯 姑姑 妈妈教你一招吧 什么招 下回你在做功课的时候 在心里偷偷的唱 边唱边写 边写边唱 这样不知不觉的 功课不就做完了吗 嗯 感觉妈妈带你去 认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叔叔 那个叔叔能教你做功课的时候 能不快 嗯 好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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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行不行 不经理歇会儿 挺痛快的 这干活还能痛快的 心里挺痛快的 就是 腿有点臭臭 哈哈 唉 向你实在受不了了 你就偷家了 啥偷懒啊 那我告诉你 我有个事我一直不懂呗 你说我那么穷 我媳妇都没走 你咋能让你媳妇走的呢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媳妇跑了 我才变穷的 那是不是她毁了就负了 啊 哎 过来 改agn stir 成长,你在哪儿呢? 同志,您好,您怎么了? 没事。您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谢谢。 不对,您要是真的没事,怎么会一个人坐在这儿? 我没事,谢谢。 要不然就是您家出什么事了吧? 你们家才出事了呢? 对不起。 没关系,我这怕您一个人着急。 前几天,就有这么一个男的,也坐在这儿。 我一问他吧,他说他破场了,还笑,怪快的笑。 你说那男人长什么样? 高高的,瘦瘦的。 那他走的时候,出哪个方向走的? 嗯。 那边。 你啊。 是不是,她是找一个elaus. 关系来人家的。 看, bookstore来,这边。 这女的,这女的。 这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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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可以吗 瞧你那样 你老婆见你肯定不认识你了 你就不懂了 人程处长说了 就这形象才是咱工人阶级的形象 你哪是工人啊 你是农民 农民怎么着呢 农民我有地啊 是吧 你 你也有地 我忘了 你的地在炕上 那个阿伯 你那时候会中人 你怎么会中啥 那你中出个黑人呢 哎 对 程大哥 你给我们招半天 你咋没招呢 就是我这 谁会 来 回来 快点 到脚了 你去吧 你快去 过来 走 过来 过来 给我回来 走 走 跑来 来 来 别挡谁了 先 别挡 放我 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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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停 叔叔 还有多久放学 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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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本来我想今天穿20码的 你不是老说他脚长的快吗 我就特意买了一双21码 还真买对了 你快进去吧 他又出来了 好 那我吃完饭就给你送我 我搬家了 搬哪了 湖南小区第三区五号楼 记住了吗 八个人 电脑 你妈都会开车了 早就会了 小郑叔叔教的 小郑叔叔 他们公司吧 不是 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小郑叔叔 来吧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我要松柔玉米炸鲜奶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对不起小朋友 我们这儿没有松柔玉米和炸鲜奶 你 儿子 别替你老爸手钱 点点贵 点什么贵的 你发财了 发财了 老爸发财了 小姐这样吧 嗯 来一斤鸡尾虾 再来两个袋子 一盘木瓜鱼翅 再来个青菜 好的 好吗 好 好 就这样 先稍等 甲皮叔叔和老班长叔叔 去看过你们 看了 我们看到甲皮叔叔 种地那了呢 和小妹妹一起去的 哪个小妹妹 老班长叔叔家的小妹妹啊 哎 爸爸 这次怎么走了这么久啊 久吗 久 叔叔想我啦 开始挺响的 嗯 后来呀 就不怎么响了 我是想 想什么 想让你给我讲笑话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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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不就要走好久啊 嗯 得一阵子 那我跟你一起去 那不行 你还得上个学啊呢 爸爸去的地儿 也没有这么好的学校啊 是不是 我听妈妈说 你不是和晶晶阿姨走的 对吗 那当然 我怎么会跟她一块走呢 哎 这样行吗 嗯 爸爸再跟你讲个笑话 听完笑话你就上来 行吗 行 好 想的话 开始 就是在一个小山村里 哦 老师有熊 出来吃牲畜 你直接说猪羊啊 行行 好好好 不得了吗 就是老师有熊啊 出来吃这个猪和羊 这个王大爷呢 因为他会打熊 他就成了英雄了 哦 有一小伙子就特别羡慕 就说 王大爷 您教教我怎么打熊 我也想当英雄 王大爷说 行啊 我这个方特别简单 什么呢 就是你只要看见一个山洞 你就多往里开枪 准能打着一只 小伙子一听说 这简单 这我也会啊 乐了喝就走了 过了半个月 王大爷就赶急 就碰见那小伙子 一看 我 小伙子已经成残分了 断根断坨 满头都是山坡 王大爷就说 哎呦 您这怎么半个月 你们成这样 小伙子说 您还说呢 您给我教那什么办法呀 我看见一山洞 我就想打 没等我打的人 出来给我撞成这样 王大爷就说 说你看见哪个山洞了 你就往里挡 那小伙子就指着 来给你打一次电话 给你假笑话 好不好 好 你不会骗人吧 我要骗你 我就是凶 好吧 哦 拜拜 爸爸说完了吗 那你先上海了 我跟爸爸说你上海了 爸爸 你不会忘了吧 爸爸要忘了 爸爸就是熊 爸爸再见 再见 给 什么 老房子的钥匙 那间屋子空着呢 用不着了 我要走了 要去哪儿啊 等到了那边 我会给果果打电话的 另外 关于离婚的事 我已经委托给律师了 他会找你 行 随你 你看怎么办 怎么办吧 对不起韩梦 说那些干什么 我知道说这个没用 但是 我还是想说 你跟我这么些年 竟遭罪了 那房子就 谁当初跟你说 一那房呢 我们在一起 曾经很快乐 非常非常快乐 是吧 谢谢 阿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程寨大哥 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吧 别 你这挺稳定的 你先干着 等我要过去把那边落定了 你要是愿意过去 就过去 好 不 没事 程寨大哥 我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 也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走了 你好 是你啊 今天正好我值班 我跟你说 你上次说的那个男的没事了 有几个月了 我差点给忘了 你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吗 我路过 再见 你怎么知道他没事的 我听说的 再见 再见 儿子成果的抚养权归女方 男方每个月付一千块 以及享有节价值的探视权 另外 儿子成果的学费和医疗费 由双方共同承担 这是成长的意思 对此 你有什么意义吗 废养我可以不用养吗 你是考虑到他目前的状况吗 算是吧 我想成长不会接受 除此之外 你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吗 他很着急 对 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意义 我就递交法庭了 我还是被告 对 不过关于这一点 成长走之前和我探讨过 他说征求你的意见 他可以做被告 不过我觉得 你们俩的目的在于离婚 只要能够离婚 原告被告也就无所谓了 进行 这张庭 是 对 为什么 这是 我 什么 我是 我 我觉得 是